台南北区这栋新大楼外观气派简约 空中花园绿意盎然 不过却有民众上网抱怨 花了两千多万买房 却发现每栋房子都赠送馆资 仔细看馆资不是家庄的 而是原来就已经规划好的 不只顶楼有就连楼下也有 就好像怎么 好像有多一个东西在外面这样子 有点不太自然这样 如果没有影响结构的话 是还好 已经入住的住户平常不太会留意 这会儿才看到大楼竟然有民馆 有点突兀的外观 会影响购买意愿吗 花这么多钱 当然希望说该厂的应该要厂 现在不应该就是 好像不然增加一些事情 然后破坏外观的这个造型 这个环境我觉得比较重要 外观其实整体看起来是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 在不在意大楼有民馆 民众的看法不一 不过一般大楼的民馆 多数是天然气管线 装设的位置也比较不明显 一般大楼的瓦斯管线 都是装设在边边角角 除了美观也是安全 方便维修 两边对照同样都是装设民馆 一般大楼选边边角角装设 被抱怨的大楼 直接拉在建筑物外观 的确很突兀 说像这种可能两栋之间 我直接拉一根管线过去 就是我们比较少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它可能会比较常在 比如说可能我常在这一个边边角角 梁或是阳台的外围露台 这都有可能 对可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为了符合法规 我们会尽量去做民馆这样子 设计师说管线装设位置 在申请建造时都已经画好图 如果建商没有擅自更改 民馆的装设位置 除非有安全疑虑 好不好看就真的是见仁见智了 东森新闻罗金奇 崔文佩 吴建议 董玉贤 台南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